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我是李国庆 阿耶有备而战,A股回稳,港股宠定 没讲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反弹了6点,收报2275,成交进一步减少 去到不够950亿,只剩949亿 好了,今天港股,或者连续这几天都可以算算定 经过一轮急跌之后,终于这几天定了一点 最主要是因为A股在上星期五见了阶段性低位之后 就连日反复回升,今天都是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的 亦都是5月6日下跌以来,A股下跌以来的 最高那天的收市位来的 所以港股就得以喘定 其实港股要不是,这个腾讯这只股份 今天下跌了2点几%,对这个恒指影响超过60点 负面影响超过60点的因素 其实今天港股就不会升得6点那么少 应该都有机会是上升接近100点 但无论如何都好,今天叫做恒保不失,恒指揣定 我们看看恒指的幅图,年日来跌了 跌到下去28000区,250天线的水平 就是蓝色的条线250天线,刚刚28000区 就开始回稳一点,连续几天在低位呢 都是小洋足的,其实如果今天升市收场,升6点 可以视之为三个白武士,或者三白兵 在阴阳触徒上高,叫做一些利好少少的转世信号 我们不敢说,说它会大幅上升 暂时叫做揣定,有没有机会会有少少反弹? 我觉得有的,上高呢,阻力就大概29000 即是现在绿色下跌战嘴所指的那些水平 可能在28000到29000之间会有增持 因为这个都是拜A股回稳所持 万一如果真的失手28000的,下面这又怎样呢? 第一级现在就要退到双底颈线27260 再下一级的话,当然到时就回到双顶 那个前浪底的低位,24540区 希望不要出现那么差,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中美双方,其实呢 搞这个贸易战也好,与这个经济的前景也好 都是出现近乎两败俱伤的情况 首先中国的经济呢,基本上都是转了差的了 第二季的时候,即是四月份开头的时候 今天的经济日报文章就写了 其实呢,很多数据出来都是差的 那好像这个零售下跌了十几年的低位 固定资产投资下跌到6.1 那这个一连串的数据呢,都是一般的 那怎样呢?现在就是憧憬呢 中央会松手一点,还有政策去托底 在这样的预期底下呢,在这样的冲影底下呢 A股呢,出现了有点反弹 上个星期五我跟大家讲视频的时候呢 记得我讲到呢,就是说,那个题目 国家队进场,中港齐V阳 就估计呢,上个星期五的低位,所谓的战咀所 绿色战咀所指那个位呢,二百三百呢 是一个阶段性低位来的 当日的视频是这样讲的啦 那结果这几天呢,见到它反弹呢 今天呢,就见到是2955点收 那就是5月6号,即是这一日呢,下跌这一日呢 就是它五一黄金周回来之后呢 以泥啊,反弹就是最高位的啦,收市位 那这里整个五一黄金周呢,就是 特朗普突然间,就... 在一个星期日晚就说 要向中国加征关税 那回来就急跌 那这个就是没有仇报啊 那慢慢现在呢,都涌回一点点上来 估计,可能在2838点这个区域 到处,下战咀所指这个3050区呢 就是一个珍持的状态 挨到3000,或者高一点点,不奇怪 是不是可以这么快升上月呢 这个位呢,又未必住 因为这个呢,就是,如果升得上去 就是代表呢,这个... 中美贸易战,担心的情况就完全消失了 那现在也都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就没那么容易会上回去住 啊,不过,又不用那么... 心...淡住,因为呢 阿爺明显出手,也都维稳得...做得不错 今次呢,这班人呢 我相信是跟这个中正监满了人啦 亦满会,那... 他用的人呢,去维稳呢 就...这一派就比较市场些的人 他就懂得看位了,这个... 上升列口,250天线, 线,蓝色这条线,这些水平那里呢 懂得在这些时候呢,出招 那这个时候,出招很紧要的 因为它那个timing很好,那个位置很漂亮 那所以呢,回回一点 那但是,去到上高亦有个下跌裂口了 去到这个水平呢,就会有一些阻力的 所以,不要想着那么快可以呢 完全,升回上去 可以回保部分不出奇 但是,不要期望那样高 深正成分股的情况呢,类似都是这样 现在大概在8820区呢 即是这个,下面这个位呢,就是有支持啦 上来,这个也都有个下跌裂口的 下跌裂口的顶部呢,就是9573 你当它是9500区呢 即是8800到9500之间那里 上上落落增池 深正成分股呢,其实呢,今天收呢 9293这个位呢,实际上是比 这个5月6号 那个 开市位 这个今天收9293 那天的开市位是9289 就是说,这一天的收市位 比那天的开市位还要高 那就是,开始已经回报这个 下跌裂口的了 那就是一个回稳的迹象 所以说A股回稳,港股是存定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了,港股存定得来之后呢 其实有些股份本身都没有什么的 这些股份我跟大家都讲了 领展,叫大家后低级 结果它当然低的不是很多啦 那现在又好像准备又想创新高那样 那这只股其实都有机会都继续反复上升的 因为呢,如果美国债息是跌呢 那这些股呢,就继续受惠 事实上今天有一些本港的房拓 已经创新高了,不过是小一点的 另外,中国生物制约今天升5.9%的 似乎出现一个头肩底形态 还未破颈线的,还未确认的 就是展示给大家看,有一个头肩底形态 如果充到上去,确认得到的 大家自量自量量度上去啦 不过提醒大家 现在的中美贸易战之中 都还是有风险的,大家要注意啊 所以不要说推介注决 那另外呢,饮品股呢 就是真是这个板块做得很好的 没什么问题的 其實整個飲品股板塊 好像蒙牛那樣 今天創了新高 你說中美貿易戰對蒙牛沒有影響 澳幽也很強勁 另外啤酒股 內地的五糧疫已經創了新高 今天香港那隻華潤啤酒都升3.5% 準備又好像衝上去創五十二州高位 另外維他奶也做得不錯的 大家可以留意這些 但是再提醒一個 現在還是中美貿易戰期間 大家要小心為上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